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在全球最大的成人网站上认证名叫做CCTV Pong的网友 上传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和短片 鼓励海外华人要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为人民有信仰 国家才有力量 在海外的中文媒体对CCTV Pong的创举进行了介绍以后 迎接之光尝试着通过这个成人网站 与这位极富财情的网友进行联系并希望采访 但是等待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一直没有回复 之所以关注CCTV Pong这位网友 就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浸润多年的这个语境或者说思维方式之下 他为我们大家呈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 他选择在世界上最大的成人网站上 来张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国家的思想论断 这位网友极具讽刺的才能极大的显示了 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之下 寒蝉效应已经凸显 人们不敢说话 人们不敢就公共事务发表个人的观点 即便像王石马云这样的亿万富豪 也只能越来越多的发一些鸡汤的文章 而当人们被要求就重大的公共事务 比如说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 这样的公共事务发表观点的时候 晋升已久的寒蝉早就失去了思辨的能力 只能按照指定的方向来发声了 毫无疑问 CCTV Pong这样的网友 已经对中国大陆的语境 对中国大陆的寒蝉效应深感厌恶 所以用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很遗憾暂时没采访到CCTV Pong这位网友 当然迎接之光非常理解这位朋友的处境 或者说是想法 希望他能够坚守这一块宝贵的成人阵地 继续在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特别是他的两个系列 第一个是跟党看新闻 第二个是跟党看大片 那么如果有机会有可能的话 还请这位朋友更多的上传宝贵的内容 让全世界的网友 包括讲中文不讲中文的网友 看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成人网站上能够放射出怎样灿烂的光芒 最后在网友的评论中 让我们升起圣诞快乐的歌曲 让我们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为人民有信仰 国家才有力量 这些新闻视频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去处 最后再次祝广大朋友们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平安夜快乐 再一次感谢CCTVPON这位网友 你让我们感到有力量 你让我们明白 人民有自由 国家才有力量 这里是银绝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成彻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期待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订阅 欢迎您的打赏